葡萄牙对遗憾告别俄罗斯世界杯,谁责任最大?网友评论一针见血,昨天还无数次违背淘汰悲伤不已,此刻内心却无比平静,一整天都在思考,葡萄牙对遗憾告别俄罗斯世界杯,谁责任最大?相信一百个求你,心里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,今天小编就来说说自己的感受吧。 初始黄金一代的懵懂,本土成就希腊神话,两次被法国点杀黄金一代遗憾落幕,西班牙越为进球和点球大战淘汰,被德国屠杀的老弱病惨,曾经对裁判恨得牙痒痒,怪裁判怪运气,怪朝中无人,可到十六年幸运的获得欧洲杯,一切都烟消云散了,看过小组在的都知道比赛结果是可以预见的,踢的是什么玩意呢? 欧洲杯三连评都看得到希望,这次是完全不知道,除了运气拿什么去赢人家,靠适应了一场丢一场,去难堪大任的格德斯,还是只会虐赛的A席,还是B费马丁斯那样的普超刷子,难不成导游M费,正因为不期待,所以不失望吧? 甚至,见过小组赛后,我连起来看比赛的冲动也没有了,所以对这场比赛,无话可说,桑托斯已经不适合葡萄牙了,或许他早该十六年夺冠后离开,还可以落得一个好名声,老将石木,新人无法倚靠,C罗才是真的太累了,不然也不会一脚绵软无力的点球,把葡萄牙送进死亡半区, 从尽上半区的那一刻起就知道,幸运女神也离我们而去了,老帅桑托斯,确实是个防,收大师,葡萄牙中场绞杀能力明显B12,14年强不少,有一个明晰的整体防守体系了,但是被赛大师进攻的调教能力还没体现出来,葡萄牙好歹也是欧洲巴西队,那么多天才编锋不能都在替补席上坐着火着干清道夫,球员方面, 威廉不可或缺,如果有达尼洛替补,我扑未来几年后要位置还是很稳的,威廉最大缺点就是推进太慢,向前能力不强,比奇尔瓦昨天晚上是球队从后场向前推进的核心,几次摆脱向前还是彰显攻底的,目前小葡萄里最有涨进的一个,我觉得巴萨的安德烈还是有机会回归,哥德斯真的太灾难了, 昨天老帅就应该直接让A起首发,明知道乌拉圭是防反对,就该上高点,但是希望他俩下赛季能继续掌球,看俱乐部表现似乎哥德斯更好,但是这届世界杯的灾难发挥,很有可能让他高攀豪门的梦想破碎,又后位问题不是很大,塞德里克后继有人,反而是左边只有G罗,发挥很不稳定,身体也比较吃亏, 在这边挤脚船中也让人发狂,不知道四年后还能不能每场都陪伴了,2020或许在陪总裁战斗最后一次,永远最爱葡萄牙,哪怕以后是小众球迷也好。